武漢肺炎疫情在世界各國陸續爆發 然而疫情發源地的中國 中共當局宣稱確診人數持續下降 所以武漢市的方艙醫院全部修艙 所有病患已經全部出院或轉院 至於轉去哪裡治療 情況又如何 不得而知 當局也沒有說明 這些人是否有人轉為重症或不幸病死 武漢封城第48天 中國國家領導人習近平到武漢 考察疫情防控工作 這也是武漢肺炎爆發以來 習近平首度前往疫區視察 3月10號 中共喉舌《新華網》報導 習近平親切看望正在接受治療的患者 不過從發布的相片來看 習近平是在會議室透過視訊 戴著N95高防護口罩隔空探望 2月中旬 習近平告訴美國總統川普 疫情在4月會受到控制 儘管疫情正蔓延全球 中國在疫情方面反而零增長 復工解禁 方艙醫院修艙 一切似乎照著劇本走 2月21號 武漢市委常委胡亞波 在新聞發布會上宣稱 因應疫情擴散迅速 被集中收治感染肺炎輕症患者 武漢計畫再建19間方艙醫院 將病床擴到3萬張 然而不到20天 當局又宣布 武漢方艙醫院全部修艙 中共當局宣稱 自2月5號開艙啟用到3月10號 總共收治1萬2千多名的病患 全部出院或轉院 至於轉去哪裡治療 現在情況如何不得而知 當局也沒有說明 這些人是否有人轉為重症或不幸病死 評論認為 方艙醫院是用來治傷的野戰醫院 不是用來治病的 毫無隔離設備的治傷醫院 怎麼可能阻止了病毒傳染 武漢市民高先生表示 他看到上海市新冠肺炎臨床救治專家組組長 張文宏的一段視頻 提到 在全國範圍內 上海市的疫情管控算是做得很好 不過 目前的預防措施等級不會下降 3月4號 中共保密辦國家保密局通知 加強疫情防控 做好保密工作 網友質疑 做了什麼不見光的事情才需要保密 他這個時候強調防疫和保密工作 除了要確保與中共各級官員接觸的 自身工作人員的健康之外 還跟這個部門特殊的職能有關 包括第一 監控中國人民 第二 以黨和國家秘密的名義 防止中共見不得人的機密曝光 旅美政經分析人士秦鵬認為 這一次疫情期間 中共掩蓋拖延疫情真實情況 造成了全球蔓延 感染和死人無數 中共當局上下很多人都脫不了關係 上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下到各級衛健委 醫院院長和數據報酬人員 還有參與其中的軍隊 警察 科研部門等等 都可能涉及了掩蓋事實 掩蓋數據 掩蓋病毒來源 以及為了掩蓋病毒來源 或把病毒來源甩過給美國等等 因此要求宣傳部門 外交部門等作假 在全世界發動宣傳攻勢等罪惡 秦鵬表示 中共一方面希望掌握這些實際情況 達到控制目標 另一方面則需要防止泄漏 中共當局真正防疫控制的 是他們所認為的政治病毒 受伏局意告訴我們 您看 您看看 您的碼 我們可以玩 折瀝 支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